花联市大宗废弃物收运作业即日期展开 将进行至26号 预约轻运有2158户 预计将轻运超过6000件的废弃物 而花联市长魏嘉贤 21号上午前往上志路站志区 关切大宗废弃物轻运状况 也未绕贸与执行勤务的情节队员 除旧不新营新年 家家户户开始大扫除 花联市大宗废弃物轻运时间 从1月20日起至26日 总计有5个工作天 为方便集中收运作业 花联市公所规划上志路 作为大宗废弃物站志区 20日登记预约轻运有400多户 21日则有500多户 一连两天轻运有2000多件的大宗废弃物 国家清潔州是22到28号 但是我们大宗废弃物的轻运是从20号到26号 目前我们统计的数量应该会比去年稍微少一点点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有预期大概会比去年真的会少一点 大概落在5500件到6000件的中间 为提升轻运时效 清洁队派出5辆资源回收车以及3辆夹子车 出动26人协助轻运 那在清洁队的部分 从20号到26号 开始受理已经登记的预约的 大型废弃物的部分 大型家具跟废弃物的部分 那我们也在各个礼别 安排各个不同时间来做相关的轻运 那也谢谢所有民众的配合 那也在清洁队员在辛苦工作之余 也请大家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段时间 清洁队员不论是疫情的消毒 然后清沟的一个协助 再来就是整个环境的维持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新的一年疫情能够退散 那对于我们整个环境 能够持续的大家一起共同的维护 在此要谢谢所有市民朋友们 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一切平安如意 农历春节1月30至31日两天 上午10点起执行一次清运 并配合资源回收车 夜间不收垃圾 2月1日至3日全面停止收运 过年期间垃圾清运则在2月4日 同样执行一次清运 并配合资源回收车 夜间不收垃圾 2月5日起恢复夜间正常时间清运 还请华联乡亲留意清运时间 记得讲芒眼华联时报导 你烦得消灭 顶部也有点